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整个空间充满着浓浓的日本风味 其实是郑树老师一手创立的日语补习班 还在学生时期就因为兴趣 而开始接触日语的郑树老师 想让更多人能享受学习日语 在跟学生的互动当中 然后发现学生怕想不透的点 或是说有什么不清楚的问题 然后进而去设计课程 然后去改变他们的学习模式 这件事情是我很有兴趣的一个地方 常常会从日本带当地的小物回来装饰 让进来的学员惊讶地说 这里很不像补习班啊 郑树老师想打造的 不只是一个教学的使用空间 更像是一群热爱着日语的人们群聚起来 互相交流 学习成长的大家庭 补习班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我们的空间其实是设定是半开放的 也就是说像我有学生他跟他日本朋友 他们想要做语言交换的时候 他们其实也会来这边做语言交换 学日文的时候常常会有人把日文分成说 我觉得我文法不好 我想加强文法 我觉得我的助词不好或我的单字不够 那我们的教学的理念是说 希望学生可以整个合并起来去看它 刚刚说的比方说文法啊单字啊 然后一些句型什么东西全部合起来 真的可以去应用 真的可以去看懂日本人写的完整的一篇文章 不使用教科书叫死板的教学模式 郑树老师更注重的是应用能力 每堂课都像一场实战训练 使用日本当地的题材来做教学 用教活用的方式教学 学员才能真的学以致用 平时也会用网络平台跟学生做教学互动 随时帮学员解惑 我们上课有个特色是说 我们算是采取了大量线上教学的各种工具 比方说我们上课的时候 我们的东西是使用Google的云端 上课写给学生的东西 其实都出现在云端上面 同学只要说下课的时候 他在自己再整理笔记就好了 那另外在上课的时候 我们会使用Facebook他的直播的系统 有上内门课的同学 假使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到我们台北教室来 他其实也是可以透过那个直播的系统 跟我们同时同步上课 不管你是来这里上课的学生 还是想找一个舒适的环境准备日语简定 甚至只是想翻阅几本日文书籍 这里都相当欢迎你进来 泡个热茶 然后舒服地沉浸在日文的世界之中 我认为他教学的方式 一直是一种教你如何钓鱼的教学方式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扎实的 从根基教你如何拥有正确的学习方式 学习态度 然后从最根本的东西教你如何学习日文 这样对于日语的学习其实是非常的稳 就是他的根基会打得非常稳 那也会拥有正确的日语学习的观念 2015年创立时 遇到景气不好 没有学员想花呗来现场上课 但正书老师并持着热爱教学的一颗心 坚持继续用撰写网制的方式与学员互动 慢慢地累积了大量的人气 到现在全台湾各地 甚至国外都有正书老师的学生 我有学生发现说 他去日本玩的时候 他真的可以听得懂日本人在跟他讲什么 不会像以前那么紧张 然后自己在跟日本人讲话的时候 也不像以前就是字字五五的 或者是说只丢单子出来 他开始渐渐地会能够有结构的方式 去跟日本人沟通 那学生他很开心地跟我讲这件事情 然后我其实也很为大家开心 こんにちは まさきです もし皆さんも日本語が好きで 日本語の勉強を楽しんでいるのなら 是非まさきの日本語教室へ遊びに来てください 现在的原则是练乱的方式